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兩隻貓 難得和平相處 居然兩隻一起睡在鋼琴上面 真是有夠難得啊 小可愛 hello 大家好 我是愛貓咪 愛多肉的梁 看肉肉啦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這兩盆聖卡洛斯 你看看 上次處理的那個頭 處理的有夠徹底 但是這個桿子還是不行 因為它已經發軟 所以等於 又不行了 只好拔掉了 雖然它有這長根 但是因為整個發軟 鐵錠是沒救了 所以這個頭 就宣告失敗 再來你們看看 我剩下的這兩個頭 哎喲天哪 臭死了 這個頭是它長出來的小牙 然後你看看 看看這邊這兩個小牙 這什麼鬼啊 怎麼醜成這樣子 現在就看看這兩個小牙 保不保得住 怎麼會這樣呢 今年的聖卡洛斯 我這個養了三年的聖卡洛斯 醜成這樣真是 不知該怎麼形容 不知該怎麼形容 就看看側牙能不能保住了 你看它一直長小牙 你看它一直長小牙 醜成這個鬼德性 醜成這個鬼德性 這一棵 這一盆就整理到這裡了 把它的枯葉嚕一嚕 希望這三個小側牙可以長好 再來看這一盆 這一盆你看看 這裡是枯葉一堆啊 一直在消耗 唉 今年真的是特別炎熱 往年這樣它都不會 不會有 只是會有一些耗葉而已 但今年真的是 欲哭無淚呢 你們看這下面 整個耗葉這麼多 你看看 這個應該算是第二年度下 第二年度下 就長成這個負責性 以往聖卡洛絲是最好度下的 你看它現在新長出來的這個 是還蠻好看的 但是整個豬型都跑掉了 那這些我只是把枯葉拔掉 這是好的葉子呢 也是等它自然消耗 畢竟雖然現在接近八月底了 但是九月份的溫度還是很高 啊 真是的 希望這些桿子都不要出問題啊 肚下的多肉 啊 抽死了 突然太陽不見了 天氣突然變陰天了 又快要下雨了 啊 好悶熱啊 我拔了一些聖卡洛絲的葉子 在這裡 我想這些就拿來試試看葉膚 我沒有葉膚過聖卡洛絲 現在就來試試看吧 唉 這些葉子真的好醜 但是又不能一次給它全拔掉 只能先拔一些 那你看它還是有白粉的 嗯 渡個下 整個多肉全走樣啊 唉 你們有養聖卡洛絲嗎 你們的聖卡洛絲現在如何了呢 可以在評論區分享一下經驗喔 今天這個聖卡洛絲的整理 就整理到這裡囉 歡迎評論 點贊 還有別忘了訂閱喔 我們下個視頻見囉 拜拜